歡迎鄉親回來大中華新聞的現場 六港首輝尾家貴宿場 現在當在這六港町的咖啡酒餐廳 公開展覽他的威作 這位家貴宿場標示 他已經介意餵鳥子餵家裡的人 因此他的首輝都有很深厚 雲心的感覺 搜尼尾家貴宿場是一個愛餵餵鳥子的人 他拿去外面餵餵鳥子的母親 不過就在生了一個很可愛的女兒子 後來是來改變外風 透過外度來傳達親主婦黨的長幾位民 生他之前畫的東西全部都幾乎只有貓咪 不然就是貓咪跟人的互動 因為我喜歡畫人跟貓是有生命有動作的 那後來今年生了Baby以後就感觸特別生 那時候還沒有生他的時候 就畫了一大堆女孩子系列的 就幾乎已經沒有在畫貓 我就一直在想像他以後是什麼樣子的 是文靜的可愛的還是活潑的聰明的 就一直畫各式各樣的女孩 那後來他出生以後 我就變比較著重於家人之間的關係 我喜歡那種互動的感覺 所以我喜歡把那個情感留在我的畫裡面 除了是鳥啊 威鳥啊 這位家貴室中現在還在六港的咖啡唱餐廳 公開基盤展覽的活動 所以這次在這邊展的主題就貓就變少了 就這次的主題叫做 歐哈娜就是家人 那是出自一個電影史迪奇裡面的台詞 叫做呢 歐哈娜就是家人 家人就是不會被放棄或是遺忘 可是家人我不侷限於說一定是親子關係 或者說我們跟父母的關係 朋友之間很好啊 手足之間感情很好 還是說你跟寵物之間感情很好 我覺得那都是一種家人愛之間流動的關係 台灣流浪動物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雖然有動物收容所收容 無處可貴的養鳥啊養狗 不過收容所收容也是太少 為家貴室中跟他們鳥啊 就拿去外皮製造為出很多鳥的導演 希望用自己的專業 做二港帶鳥來簽名 讓這個狗啊跟鳥啊找到保護的情緒 鳥中華新聞 臨故因得更才恐怖的